AudioJungle AudioJungle 俞文生尽管被包夺了自己的职业执照,却试图捍卫王全章,大批便衣当助北京人全律师俞文,生年近13岁孩子的面,将他强行带走后, 余律师的罪名从LDQUO,妨害公务Zitco变成了柯山洞边附国家政权Zitco,被指定在徐州监视居住,案件改由江苏警方接受处理,这被认为又是一个顿709按摩式的节奏,余律师的处境,引发外界,官,诸于担忧, 他的辩护律师认为,这案件应来自公安部的指令,在俞文生的妻子许燕于29日对外发布的通报显示,27日晚上约9点,住家突然停电,他和孩子准备下楼去物业买电, 刚走到电梯附近,侧面楼洞就突然出来很多人,把他和孩子的手机拿走,并以涉嫌LDQUO,煽动颠覆国家政权Zitco对他进行传话,来自江苏徐州同山区警察和北京石井山国报对长, 共约20多人对于律师的住家和办公室进行搜查,期间,江苏徐州的警察,给他与律师的指定监视,居住决定书,罪名已变成涉嫌LDQUO,煽动颠覆国家政权Zitco, 在搜查后,许燕被带到石井山广宁派出所问话,并于28日下午,在被押到住家中搜查,许燕在通报中表示, 于文生律师很多信仰案件的材料被带走,而他则在28日下午约4点获释,于文生的辩护律师黄汉中,向博谈网记者指出, 于律师的案件应是由公安部指定,而许燕被以涉嫌LDQUO,煽动颠覆国家政权Zitco传唤,可能与他接受外媒采访有关,黄汉中律师透露, 北京警方日前提出禁止律师会见的理由,是因于文生被指控LDQUO,袭警RDQUO,石井山公安分局作为LDQUO,防海公务罪RDQUO,的相对人, 官媒报道被于律师打伤的两名警员,接触石井山公安分局,因此该分局不是合作为于文生的承办单位,所以案件移交其他机关办理,律师不能会见,黄汉中律师指出, 当时在于文生还,在石井山看守所的情况下,不能因为案件移交,而拒绝律师会见,当局选择于于文生案件无关的江苏徐州同山公安分局接手,判断此案是由公安部直接指定,黄律师谢氏, 从法律规定来讲,于律师被控涉嫌的LDQUO,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RDQUO,主要是他最近今年在办案过程中控告,举报一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,并在网上发表修宪建议, 而这些行为所在地,都在北京石井山,要移交其他办案机关,应由上级机关,即北京市公安局指定, 但北京市公安局只能指定在北京内的公安分局,而非江苏省,因此可见是由更高层级的公安部所指定, 而目前手机被警方扣押,受到很大精神压力的许验,黄汉忠律师透露,他在27日晚间被以涉嫌, ZQUO山洞颠覆国家政权罪RDQUO,传唤后,警方不给吃饭,不给喝水,不断追问, 他在丈夫被拘留期间,接受石磨样的境外媒体采访,黄律师认为,他被追问的问题与,他被传唤的罪名有关, 许验在26日的通报中表示,当局威胁恐吓,他不要发声,重复地说LDQUO,抓一个总,比抓二个HOT COD之类的话, 长年为中,国若是群体维权,带立多起法轮功信仰案件,为王玄章律师辩护,声援709案,发表,修宪建议的余恩生律师, 多次受到当局的打压,并在不久前被吊销律师证,但他曾向本网记者表示,没有律师证,对他更没有束缚, 他将在法律范畴内,想做石膜就做石膜,他说,因为人权律师的武器就是法律,虽然这个武器,可能伤到自己, 但能透过法律这武器,去推动中国法律进步,现在,有多位律师不为当局打压,以法律做武器,为俞文生律师辩护, 黄汉中律师表示,愿意为俞文生辩护的律师很多,已经参与的起码有五六位, 很多人确实被约谈,收到电话警示,而他所属的北京来说律师事务所,其主任律师燕心更收到司法局, 律协等不同机关的多次电话警告,要求他加强管理,对承办此案的律师进行LDQUO,管理,教育LDQUO, 黄汉中律师称,他本人目前暂时没,有收到明确的警示,但他苦笑地表示, 也许,是他的工作不是那么出色,所以有关部门暂时没找他,或者只是轮流, 俞文生律师的案件呈现709案模式的走向,尽管案件的后果,仍无法预测, 但黄汉中律师提出呼吁,希望江苏公安机关,能严格依照法律规定, 不要同天津公安机关,湖南公安,机关办,力气109案时, 对被关押的律师严重刑讯逼供,包夺被告,获得律师帮助,辩护的权利, 他希望江苏公安能保障于文生律师的诉讼权利,特别是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